作词 李宗盛 从小的时候就经常听我妈妈讲 长大以后不会遇上童话中的姑娘 而我依然坚定这个世界温暖着 直到经历过往才却是我幻想的 童年的梦境可笑的 就像是乌云隐藏着 外面的世界漆黑着 而我依然是一个勾获者 说着说着星空突然变成黑色 想象狗活到我也会变得退缩 我从探望繁星我才牵定到活着 接下来的故事慢慢仔细听我说 童年的梦境可笑的 就像是乌云隐藏着 外面的世界漆黑着 而我依然是一个勾获者 这一次我告别故乡踏上我的流浪 我只好久连的理想想起在前方 妈妈的话从事梦想我不会再多徬徨 如今我背负了信仰渐渐远离了家乡 童年的梦境可笑的 就像是乌云隐藏着 外面的世界漆黑着 而我依然是一个供活者 说着说着星空突然变成黑色 想象够活的我也会变得对缩 我曾盼望繁星我才坚定地活着 接下来的故事慢慢仔细听我说 童年的梦境可笑的 就像是乌云隐藏着 外面的世界漆黑着 而我依然是一个供活者 这边就算是来楼 接下来的等约 你长毛的专门 就算是一件事 就算是相当有色的 就算是来楼 那双云隐藏着 帖子